在满是变种人的末日下生存到底有多艰难 这群人准备去野外收割粮食 随身带了几百名士兵 因为无处不在的变种人 一不留神都会丢掉性命 好在人类发现了怪物怕火的弱点 喷火器火力全开 变种人纷纷落荒而逃 就在他们收割粮食时 农田里忽然闪出一道身影 原来是被驱除出小镇的叛军首领本 虽然大家同为第一代青年 可士兵还是选择性的将本无事 收割完粮食后进直关上隔离大门 将这可怜孩子无情抛弃 可本并没有放弃 他知道隔离墙的监控能听到自己说话 按照小镇创始人定下的铁律 第一代之间不能互相残害 可小镇首领杰森早就对他恨之入骨 立刻让人关掉了监控 因为本的消失 也就意味着小镇叛乱彻底结束 再加上大批食物被运往小镇 让粮食危机得到缓解 杰森没有半点愧疚 反而有些质得一瞒起来 可本的母亲特雷沙却恰恰相反 自从知道儿子被驱逐出小镇后 成天过得提心吊胆 收割粮食的护卫队一回来 他就跑去询问儿子的下落 这些士兵明明知道本的处境 可全都闭口不谈 特雷沙气得破口大骂 你们这是赤裸裸的谋杀 事实也正如他所言 可怜孩子本仍然躲在玉米地里 忽然看到前方走来几句身影 上一季中又一位主要剧情人物下线 春风得意的杰森又收到一个好消息 隔离墙外的视频显示 那些一种人居然全都消失了 覆盖35英里半径范围的热感音信号 也没有检测到一种人 杰森猜测是不是之前的喷火器 把他们吓走了 副手凯瑞冷言提醒 要不要趁机把本救回来 如果他死了 你就触犯了杀害第一代的铁律 忽然楼下传来动静 杰森拿着枪走过去查看 居然是第一季中的护士帕姆 同时他也是小镇创始人的妹妹 自从杀死创始人大位后 杰森就将他软禁在一栋小楼里 不知为何帕姆居然自己跑了出来 杰森对此也很好奇 表示自己正在按照创始人的计划一步步执行 产出足够多的粮食 慢慢将小镇向外扩张 帕姆非常欣慰地看着杰森 这些计划就是他帮创始人定制的 现在想要协助杰森更好地完成这个计划 杰森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甚至当着全镇居民的面 欢迎帕姆的回归 杰森之所以能重新接受帕姆 除了他的能力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原来杰森是第一个在黑松镇出生的孩子 帕姆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精力 从小就将他当作下一代领导者培养 甚至有传闻说 杰森其实就是帕姆的亲生儿子 不过老母亲这次出现的目的好像并不单纯 只见他偷偷默默来到医疗室 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恰好被医生得灵撞见 这位医生虽然在妻子的不断劝说下 渐渐接受了文明毁灭的事实 可对于杰森这位无脑领导者很不感冒 不过出于医者的职业操守 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十分上心 也渐渐融入了小镇的医院生活 所以对于鬼鬼祟祟的帕姆 还是多了一丝戒备 想不到帕姆对他的过往也是了如指掌 随便几句话将德林打发走后 帕姆立刻从工具柜中 取出一根针管塞进口袋里 也不知道这是做何打算的 随后帕姆又来到小镇的实验室 士兵守卫原本不准备放行的 可他仗着和杰森的亲密关系 毫无顾虑地走了进去 这里是用来研究 鸡变人的生化实验室 帕姆对此并不陌生 只见他走到低温储藏柜前 偷偷取出一瓶病毒样本塞进口袋 恰好菲利老师来到这里 他现在是实验室的负责人 对于帕姆杀死创始人的做法 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毫不客气地将他赶了出去 帕姆的目的已经达到 很快来到曾经的住所 看着被随意处死的居民 帕姆感到无比悲哀 他在屋子里翻出自己最喜爱的长裙 然后取出偷来的病毒和注射器 正准备注射时 远远看到医生德林走了过来 原来医院人手紧缺 他是过来请帕姆回去帮忙的 谈话间无意看到床上的注射器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便匆匆离开了 而帕姆像是做出了什么重要决定 满脸悲壮地将病毒注射到自己体内 小镇的作战办公室里 杰森正在和一帮骨干讨论 趁着疾变人消失扩大小镇边界的事 帕姆一身红色长裙走了进来 只见他和杰森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随后便坐下来准备加入讨论 忽然德林医生闯了进来 满脸严肃地告诉众人 请站起身保持一定距离 他要做一项病毒检验 随后而来的菲利一口咬定 帕姆要杀死所有人 因为就在刚刚 实验室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 有一瓶天花病毒不见了 菲利联想到帕姆来过实验室 于是立刻打电话汇报给了德林医生 德林想起刚刚在帕姆家见到的针管 猜到他很有可能是要传播病毒 于是立马过来制止 帕姆见计划败露也不再隐瞒 他培养杰森成为首领的初衷 是想黑松阵走向一个和平的结局 可近年来他的残暴统治 让帕姆大失所望 所以想借用天花病毒 将杰森这群人一并毁灭 让黑松阵重新走向正轨 他的心里十分愧疚 自己并没有教育好杰森 因为小男孩长大后 逐渐变得叛逆起来 恰好又遇到导师菲利 在他的残暴思想影响下 杰森和帕姆的初衷渐行渐远 最终造成现在的局面 德林的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因为发现的及时 帕姆的病毒还处在潜伏期 没有感染任何人 这让杰森对他的好感度大大增加 可对于这位曾经一世一母的老人 杰森选择亲手将他了结 可惜又一位为和平理想奋斗的勇士 永远地离开了 经历此事后 这位小镇的二代掌权者 貌似成长了许多 他很快调整好心态 召集骨干开始重新讨论 小镇扩张的事 农业专家杰博士的威望很高 隔离墙外的粮食 当初就是他力排众一执意去种植的 现在果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觉得首先应该找到 适合种植的土壤 杰森深表赞同 顺便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 初代创始人大卫 曾经派遣了12名探索者 前往小镇外的不同方向搜集情报 现在算算时间 应该到了他们返回的时候 忽然监控室里传来警报声 画面显示隔离墙外有不明生物靠近 守卫士兵如临大敌纷纷跑去查看 想不到走过来的居然是两名人类 而且士兵也都认识他们 没有经过任何盘查就放行了 其中一人便是12名探索者之一亚当 另外一人是叛军首领本的得力干将詹德 几天前他和本一起被遣送到隔离墙外 想不到詹德福大命大 被欺骗人围住后并没有丧命 而是被当成口粮关了起来 当他醒来时发现 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岩洞中 可还没爬出去 一只变种人就冲了下来 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詹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居然活生生将变种人勒死 当他好不容易爬出岩洞时 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好在不远处有处水源 詹德连忙跑过去好影 却没发现背后有道身影正在靠近 来者正是探索者亚当 他三年前被小镇创始人派出来 搜集一种人的资料 以及寻找幸存人类 在危险无比的环境中存活至今 可惜只找到詹德一个活人 两人商议一番 决定还是先回黑松镇再说 詹德为了活命 立刻在凯瑞面前表态 自己将洗心革面 重新做个安分守己的好人 并且还有关于变种人的重要情报汇报 他们并不是毫无智慧的野兽 而亚当因为常年在外 身体状况很差 必须先由医生德林检查一番才行 腹部上密密麻麻的伤痕 见证了他三年来的艰辛 好在亚当也不是全无收获 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德林 一种人并不是敌人 而是人类的替代品 随后他就趁着德林不在时 坚持站起身离开了医院 街道上的人都用好奇的眼神打量大卫 不过他毫不在意 像是在寻找某人 恰好被本的母亲特雷莎撞见 对方跟着他来到一条小巷内 原来亚当是特雷莎老公伊森的直属上司 当初就是他派遣伊森来黑松镇调查案件的 这个女人朝亚当大发一痛火 要不是你 我们一家人也不会这样 亚当全程一言未发 显然心中满是愧疚 很快到了杰博士外出探索庄稼地的日子 他带着一队队士兵穿过小镇街道 特雷莎忽然拦下杰博士的车 他想要跟随队伍出去找儿子 杰博士微微点头 亚当更直接 问都没问就跳上了车 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过隔离墙 在一处靠近湖泊的空地停下 杰博士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 特雷莎主动找到亚当 说你是来帮我的吗 对方点点头 于是特雷莎说出了本的位置 大概就在庄稼地附近 当夜幕降临 亚当一个人背着武器朝着远方走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特雷莎被嘈杂声吵醒 他好奇地走出帐篷 原来是亚当带回了一具尸体 特雷莎自然猜到 果实代理就是自己的儿子本 连日来的期盼荡然无存 他满脸绝望地看着在场的众人 默默朝着帐篷走去 画面拽到黑松镇的街道上 一名青年正望着旋转木马发呆 不知为何 机器忽然停了下来 青年惊恐地发现 一只变种人正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 以上就是黑松镇第二季的第二期内容 不知道变种人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又是怎样出现在小镇的 难道小镇又将迎来灭顶之灾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